3,1,2,3 从小我自己在部落长大 我觉得部落的文化深深影响到我 一直到我从学校毕业回到部落的时候 那我觉得在学校里面没有很充分的师资 可以教授小朋友一些文化 尤其是舞蹈的东西 那我就觉得在我的上班之余 我还有一些时间我就可以训练他们 1,2,3,4,5,6,7 我们的精神就是传承 那新传它这个团名其实不是我特别去选的 因为当初我们是选GASUY GASUY是柴火的意思 就是新火相传 我会把我自己在学校教课的终点费 拿来当初我在训练他们的一些 什么茶水费之类的 他们是这样的 辛苦不会 不会 跳完之后就觉得很爽 有时候很凶 会打人那种 可是平常也对我们很好 还是谢谢他教我跳舞 然后让我接触原住民的岛 我不会因为说这样子带着他们无几职 然后觉得辛苦或是觉得好像没有回馈 然后就中断了 因为我是一直期待有我教出来的学生 将来他们大学毕业回来部落 就借着我的工作 让我们的传承源源不绝